好了,我们今天,我们这个沙发到了 这是我们客厅的最后一个沙发 我们今天下午就要把它给布置起来了 走 客厅新的沙发终于到了 Let's go! What's here? Mommy, what's here? Green Yeah 这边是另外一个 虽然在盒子里面是二手的沙发 摆的价钱非常的合适 可以 待会打开给大家看 好的 好了,经过一个月的时间 我们终于把我们重新软装我们客厅的家具都给早期了 这是两个长的沙发 这边这两个椅子是我们前几天买的 花了150块钱买的椅子 我们接下来两个小时开始忙起来了 大家可以 不妨记录一下我们现在这个客厅的模样 节目的最后看一下我们这个布置起来的效果 给大家揭晓一下我们这个客厅布置起来 买了三套沙发 一个壁炉总共花了多少钱 好了,我们第一步我们先把我们这客厅的这个沙发 给搬空一下 孩子们还在这个沙发桌上看电视呢 嘿嘿嘿嘿,我也想玩 他觉得好多好玩的东西 这个客厅的沙发是我们花了300美金 临时买的,对吧? 因为我们快要搬家了 他们就想说先找一个可以测的 不要受伤了,准备吧? 就一年前不是全部都自己搬进来的吗? 而且是黑夜的时候搬进来的 当时没觉得累 再换家具,孩子们也期待开心得不得了 好了,客厅搬空了 新的家具要入场了 入场之前我们要给我们的客厅来个大扫除 经常看我们视频的朋友大家都知道 Eureka E10S在很长时间以来 都是我们家打扫卫生的主力 Eureka E10S手机APP控制 扫拖一体,45天免刀身 是一款性价比不错 解放双手的神器 我们一直很喜欢用它 最近我收到他们家全新升级版的 Eureka E20 Plus在犀利,避障,防毛发,缠绕 这三个方面做了重点升级 尤其是更适合像我们有宠物和孩子的家庭 Eureka E20 Plus升级了8000帕大洗礼 颗粒毛发灰尘通通不在华下 而且还有拖的功能 输水量可以在APP自由控制 刷子扫地把脏东西吸走 后置的抹不再拖,扫拖一体 E20 Plus升级了AI 3D结构光闭杖 而且它不仅可以灵活避让各种障碍物 贴近墙边和转角处清洁 它的夜视功能可以在暗光环境下灵活避障 因此在床底等家具下方 甚至夜晚定时清洁时 也可以智能规划路线灵活避障 智能APP设计完全可以用手机去操作它 而且可以全程用手机监测它工作时的各种状态 像我们大多少人家里有些地方都会不会有地毯 很多人担心扫拖一体 及湿的marble会不会在地毯清洁时打湿地毯 Eureka E20 Plus指别道在清洁地毯后 它可以自动抬升脱步 避免打湿地毯 而且遇到地毯时可以自动增强吸力 做到地毯的深度清洁 另外E20 Plus升级了防缠毛管刷 对于像我们家里有宠物 平时忙怕比较多的家庭还是比较友好的 打扫完备后可以自动回到基层站 它的创新透明的无尘带基层站 先吸走扫地机器人的灰尘再充电 可以做到45天免倒沉 既解放了双手 又节省了更换集尘带的费用 交市面上的集尘式扫地机年省70美金 倒沉时只需轻轻一按 一键倒沉方便又好用 观看我们视频的朋友 如果有对这款扫地机感兴趣的 亚马逊秋季促销正在进行中 可以点击屏幕下方描述栏里的链接 了解一下吧 好了我们这会儿开始打开我们的新的沙发 看一下了 这个面挺好看 这个是这个沙发打开以后的效果 现在再看一下怎么把它给装起来 应该是比较好装 因为它这边是这种扣子的 这个地方不需要我 对 直接给它扣起来就可以了 哇 怎么样 好舒服 坐着舒服我来坐一下试试 哇 看这个后女的 是什么背 超级舒服 而且很支持这个背是吧 对 坐在这看个电影干啥的挺好的 而且它是这种皮 它是这种 都是黏的皮 不是黏的皮 对 这种毛毛的皮 冬天也不凉 也不黏皮 也比较好清洁 是吧 这个沙发买的成功 为什么他们800多买的 他们最后卖的 是因为配件不齐全 然后就缺了四个腿 我们就先把另外一个绿色的沙发 给装起来以后 我们看看这个高低 如果不需要定这个腿 我们就这样也挺好的 如果需要定的话 我们就上网花不到20块钱了 对 就买四个腿 再把它给装起来 现在这个沙发就是这个样子 它应该有腿 它应该高低 好了 这下我们把这个肠道沙发给打开吧 因为这个沙发 Rebecca知道什么样子 她买 她在网上买的 这个是新的 然后 我还不知道什么样子呢 看看怎么样吧 看看怎么样吧 这是这个沙发说的配件 这些是垫子 然后Rebecca这会儿再装 这个沙发的这个腿 这个配件还挺多的 这些都是垫子 Rebecca这个家具 你也是在一个很好的网站上买的 Let me say show daddy 这是晨晨画的侏罗纪公园 小小的奶奶瓜你看 自己想象 自己想象侏罗纪公园什么样子 室内的沙发还比室外的沙发要好装很多 我等一下看一下效果 好了装好了看一下这个沙发的效果 好了我们这个沙发装好了 第一次坐 我准备和Rebecca一起坐 感受一下这个怎么样 1 2 3 好舒服 很舒服的 很舒服 很舒服 对 她很厚是吧 哇 舒服不舒服 感觉怎么样小威威 I like it 你很舒服 你很舒服 舒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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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我们结婚了第一套新的沙发 因为我们刚结婚我们在郑州住 也是买的 这个沙发也是旧沙发 对对对对对 然后我们搬到猪排 也是买的 然后在中山搬过去的也是二手 对 人生当中的第一套新的沙发 对 很舒服 开心 你看 Buckley Buckley也开心 Buckley开心 再陪姐姐呢 姐姐生病还没好 再陪姐姐 我们买这个房子 Rebecca一直觉得这个房子缺了一个 客厅缺了一个 就是叫什么壁炉是吧 我们就觉得在这个这一面上 搞一个壁炉比较好看一点 然后显着比较尤其是天冷的时候 然后坐在这看着壁炉还是 稍微比较温馨一点是吧 这是最紧张的地方 因为觉得我还看我搞的壁炉有点太小了 对这个墙来说 是吧 再慢 再重新搞一下 试一下看一下 好 尤其圣诞节的时候 把那个袜子定在这个壁炉上面 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传统 这个壁炉是Vindicator跟真正的一个家 拆下来的 哦 哦 我们到时候会定起来 把它给固定下来 对 所以它不会歪歪的 所以站起来 所以它是一个比较 它是很老的 它说是上一百年的 上百年的一个壁炉 OK OK 这边还带一个电的火炉 放那里看看 这里 虽然这里少了一片东西 但是我准备补回来 挺好的 嗯 今天拿出来看看效果 待会再把它给收起来 因为 没盯上去 我们害怕有点危险 我们就整体先看一下效果 它是有热的吗 有热 哦 这个是可以发热的 嗯 72度 挺 这是个暖气 哇塞 超级暖和 挺好 挺好 终于 整体把它给布置起来了 好了 看一下我们这个沙发 整体 出来的效果 它色彩比较丰富一点 是吧 比较温馨一点 大概我们今天的布置 就这个样子 我挺喜欢的 感觉挺漂亮的 嗯 给大家公布一下吧 这个整个装饰这个 这个客厅买的这几个家具多少钱 上一次我们有分享 这个是150 对吧 嗯 这个呢 200 这个 426 总共加十岁 加税400多是吧 这个 这个是一个很好的牌子 叫Wayfair 然后它是打了 就是30% 原价的30%买的 本来八九百块 300多 买的加税400出头 是不是 这个是450 所以总共加起来1226 我们俩有个小小的分歧 主要还是觉得 这两个椅子 放在这个地方 比较好一点 是吧 但是我觉得 放在这儿 显得比较大一点客厅 我们后面再慢慢再调吧 好了 目前为止 我是这样装的 这样布置的 这两个椅子 我暂时 我决定要放这个位置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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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 总之大概的方向很满意 把我们的客厅变得更加的温馨一点 然后游戏城 期待圣诞节快来了以后挂一些圣诞树 你要说完全买新的的话 多花个两三千 我们自己的房子 我们也不搬来搬去 我觉得也可以 我也不一定可以找到我这么喜欢 真是真心我真心喜欢的 反正挺好的 省了很多的钱 对 然后这也是生活里边上的一个爱好之一吧 对 好了 大家觉得我们这个花了一千块钱出头 觉得我们这个新的客厅布置的怎么样 也可以在评论区留言一下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吧 下期见 拜拜 Cheers are too bad Mommy I'm winning Yay I'm winning Yeah No Bye Bye Oh man Sincarco you're gonna win mmm 我们的sincarco you're winning 我们的sincarco you're winning we're the same Ow Two oranges You win Yeah YAAA YAA YA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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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AAAYAAA yAAA YAAA.YAAA yAAA.YAAAYAAA.YAAA yAAA.YAAA.YAAA,YAAA,YAAA yAAA.YAAAH,YAAA YAAA